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各位弟兄姐妹 你們好 我是黃牙昌 我在兩年前 2009年15年就叫了自信主 其實我和一般香港人不一樣 從小學 在幼稚園、小學、中學 都是讀基督教的 所以我讀書是很畢業的 在小學、中學時代 都會在 有組會、州會 以及要規程上去主日徒拜 但是因為讀書的時候 都是 經常都是得不聽字 就寵不特別去感動 以及想著接受主 就是做我自己的教授主 只不過所有的知識 都是一般聖經上的 圓面上的 直到出來做事之後 更加沒有機會接近主 因為出來現實的社會 就沒有學校規定 也不用去主日徒拜 也不用去做會、州會 所以跟主的距離就更加遠了 每一件事都憑著自己的計劃 一步一步實驗自己的計劃 包括做事、讀書、結婚和三年 都是自己一個很安排的 而且都很順利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主在那室內的組合 要有幫助 總是想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 主就是主 也沒有任何問題的關係 在九零時的年頭 我一家就去了加拿大生活 加拿大因為比較接近大自然 春夏秋冬四季都分離 當時就在想著 創造主義萬物的東西 就很奇妙了 春天天花就開始很燦爛 冬天如果走snow storm的時候 那些車全都是高速公路 都不走就行了 死在那裡 去機場什麼都停車了 就是探戶的工程 學人不用回 就好像香港打扮的工程 當時已經感覺到 主就很奇妙了 創造了天地 就開始思考一下信主信仰的問題 那回到香港之後呢 我太太就在石蘭堂上去做事 那我就偶爾就跟著她去諸日存拜 那在2008年呢 結婚和一些佩英姊妹去了聖元寮 就走過 去過柳薩蘭 就看看元素以前的壽苦 的路程和足跡 但是其實那時候呢 我都是抱著旅遊的心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度 那就是這樣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度 那回到香港呢 都仍然都是我合我素 那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思考 那後來我太太呢 就 然後 偶爾就跟著我 回去諸日課 回去諸日存拜 那我就 有機會呢 就再 再思考一下信仰的問題 那一次呢 他就帶我去 一個教會呢 就是一個 一個 那個 那叫做 報告的大會 那當時那個報告大會呢 就 那就是 我講解那個牧師呢 就是想按人家就決指 那這樣出去 那當時呢 我心裡都很原諒 我想決指的 那但是最終呢 都是我自己按住 那我自己的心意 就沒有決指 那當時我還在想著 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 我作為覺得 都不需要這麼早 接納這個主耶穌 那還有呢 那我覺得 這個社會裏呢 還有很多信仰可以選擇的 那我還可以想一下 那 那所以當時呢 我也沒有接納去主的 那 後來回到石堂堂之後呢 跟著 他去了幾次 祖太呢 那就 很多時候太太 和我都在家裡 有幾多的陳情投 那我就 就開始 開始 就是 就是 開始接觸那個 那個 祖太 那 有幾次呢 有一次 有一次呢 我就 痛了 那我痛得很厲害 那他看了麻衣 又吃了指動藥 那他也痛得很厲害 那 就痛到就 吃又吃東西 就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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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不到工作 夜晚就睡不好 那太太就叫我呢 就學自己祈禱了 那我第一次就祈禱了 那她去蘇港 那天之後呢 就沒有幾岸 那天就可以 感覺上好像不夠痛 那天都睡了 那天晚上就睡了 那 自此之後呢 那我偶爾都會自己 直接跟主耶穌 自己直接祈禱 那很多時候呢 耶穌呢 主耶穌呢 都聽我的證據 那 就 那 那 那 2009年呢 8月左右 那時候 我公司的工程 已經開始 就是 大約 差不多做起了 公司沒有那麼忙 那我再多些時間 再在那裡思考一下 我的信仰 那去到十年左右呢 我就 一晚呢 我就很感動 那我跟太太 我就是時候要跟他們信主了 那我就想決志了 那我跟太太說了之後呢 那我太太就很開心 那但是也很害怕我 她說死了 你突然想要信主 究竟她身體是否有事呢 那我就說不是啊 我說沒什麼 只不過我手感動 那我就想決志了 那太太呢 於是呢 就拿本 於決志的書 和聖經 再問了我幾次 你究竟是想信什麼 我呢 就問了我幾次 那我都 講得很清楚 那她就和我一起談到 那就決定了 那時候是2009年的12月 十幾號來的了 那因為我公司 開始沒有那麼多工作 那我就 就 公司呢 就想調我去印度 就要一年以上 那我當時就覺得 不想去 那我就將這件事呢 就 就交貨了給主 那當時我都沒有特別感受的 因為呢 就是第一 已經交貨了給主 第二 在香港找東西做都不是很難 那所以我也都沒有 這個字了 那就放下了 那後來公司就給我公信 就以為我去印度 那就通知我 做多三個年就要拜拜了 就是要炒我 那我就 沒有所謂了 那我交貨了給主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的 蘋果 那些東西 那 那 聖誕節到 那我就去一個公司 一個聖誕的派對 那應該呢 如果我被人炒 就應該是最後那次公司的派對 那這個我相信 那我決了一次之後呢 神呢 那恩典就很奇妙了 他就派了一個使者 就來到聖誕派對 那那個人呢 其實就是我三十多年前的舊同事 那在派對見到他 那我拍到他給我 那他談了幾句 那我講了話 那他就說 那在公司沒甚麼機會了 那他就說 他就說 那他就說 不怕啦 那公司做很多職位啦 那你不需要 那那你 現在放了一個優惠給我啦 那我卻拍了一個優惠給他 那原來他就在公司做到很高級了 那就經過了他的安排 我便在公司叫做到現在的職位 現在我亦不需要擔心自己做 亦不需要擔心自己做 其實這個恩典是一個奇妙的神蹟 我知道我自然一信耶穌 太太和很多弟兄姊妹 都叫我接受主耶穌 到這裏就是奇妙很多次休息了 我都知道這件事的 所以現在我就很感謝我太太和太兄姊妹 在這個事經常都為我奇妙 我亦到現在變得自遂的主 其實這個名義也是歸於主的 多謝各位 其實都聽過無數的見證 其實每一次一個個體要去到決定